国道三号游览车的翻覆第三天 那么一大医院陆续有四名伤患 伤势稳定已经转回了台北 那么肇事司机许正坤他的儿子 也从普渣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虽然这个司机否认疲劳驾驶 但乘客家属之疑 他有打瞌睡还超速 认为司机欠他们一个道歉 蓝色外套戴着黑框眼镜 他就是搭乘死亡游览车的乘客邱怡云 在医院待了三天 伤势好转 总算可以转院回到台北 坐上救护车他露出了微笑 向医护人员挥手道别 却还不知交往十年的男友邱凯伟 已经和他天人永隔了 和他一样同时间转院的 还有其他三位 一共四位伤者转整北上 其他的九位是住在一般的外科的病房 那这病房的这九位患者 目前的情况都很稳定 那有预计今天有三位 他们要转回去台北的医院 而这一位12岁小男生 是肇事驾驶许正坤的儿子 也从家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今晚肇事司机否认自己疲劳驾驶 但对那些伤者和家属来讲 这样的说法无法接受 晚上会比较暗 比较暗 而且他大概视线也不好 而且他也有打瞌睡的嫌疑 而且又超市 家属要求肇事司机一个道歉 今晚事后司机上医护人员吐露 自己很懊悔 却已经太迟 换不回离难者的宝贵生命了 专业新闻成顾名曲成文SNG小组 高雄报道